好几块披萨光是接触到凤梨 便在由雪林斑林的量给粉碎 留下一滩死水 咸与甜的抵触 矛盾 使得实验中的披萨不断地产生核分裂反应 一次又一次的引爆 世上最邪恶的披萨 夏威夷披萨诞生了 喜欢吃它的人 究竟还是不是人类呢 你是一个人 还是披萨呢 你知不知道所谓的披萨是怎么来的呢 而它上面的小桌子又代表了什么呢 今天就来告诉你披萨的历史 根据历史文献 披萨的来源历史悠久且复杂 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先前117年 第一间披萨店开在位于基隆市的必杀鱼港 而披萨的名字 便是来自其发源地必杀的谐音 披萨店的老板 也就是一同研发出披萨的三名当地的渔夫 分别是方形渔夫 圆形渔夫 以及三角渔夫 每天他们都会轮流出海捕鱼 而那时 从海边钓到最多的便是披萨的主原料 圆形渔夫钓到圆形的番茄 三角渔夫则会钓到三角形的cheese 而方形渔夫呢 则会钓到一盒一盒的方形面粉 三个渔夫很快就发现 只要将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 把面粉做成面团并擀平 加上导成这样的番茄及cheese 再放到滚水里煮熟 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披萨 酥脆的外皮搭配风味十足的馅料 它的美味令人流泪 可惜 碧下渔夫并不是一个有特别多游客的地方 当时的声音并不能养活三名渔夫 他们也开始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没问题 我们要开始做这个 外送贝壳 外送贝壳 你是说像Fu Panda这样吗 水啦 爸爸是不贴了 由于当时还没有指向的技术 方形渔夫每天都会去掉很多巨型贝壳 并将里面的珍珠取出 拿来当外送披萨的盒子 至于那些珍珠是怎么发展成 世界第一杯珍珠奶茶的 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开启了外送服务之后 三个渔夫开始每天将披萨送往全世界 西班牙 法国 香港 南极等等 披萨立刻成为广文人知的世界美食 全地球人都对他赞不绝口 尤其是意大利人 全意大利的人都无法自拔的爱上披萨的味道 甚至开始以披萨为基地 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国民美食 意大利面 千层面 意大利肉丸等等 难怪他们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 三名一夫的披萨生意蒸蒸日上 靠披萨赚了大钱 可惜 好景不长 一个致命性的问题 立刻重创他们的事业 西元前117年 当时的世界总人口是为1亿5千万 也就是说 一间位于基隆的小店 每天外送高达1亿5千万个订单到世界各地 很快的 毕萨渔港的大型贝壳就绝机了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生蚝那么贵 意识到这点不妙的方形渔夫 赶紧召开了紧急会议 好景的高楼啊 落后咱俩了了 如果是个安捏 后期开始就没等我阿桑了 阿死啊 臭居玛丽 没关系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那些高楼啊 哦 很多 多得俩不俩了 搞好啊 隔天 方形渔夫便独自乘上了前往珍珠港的班机 没错 珍珠港 位于美国夏威夷 顾名思义 珍珠港不仅盛产珍珠 那里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珍珠做的 珍珠房子 珍珠手套 珍珠刀叉 珍珠云 珍珠花 珍珠人 那里充满珍珠 而这也意味着 那里有用不完的巨型贝壳 方形渔夫在珍珠港安顿了下来 三个渔夫也解决了外送时贝壳不够的问题 事情看似终于完美落幕 但是却隐藏着更大的杀漆 在夏威夷居住了几年后 方形渔夫已经融入了当地的习惯 接着 他说出了一句连疯狂杀人魔听到了都会害怕的话 原本和善的方形渔夫 仅仅是动了这样的念头 便立刻被黑色灵气给笼罩了全身 他呼售的气息 是纯粹的恶 他将切成方形的凤梨撒在披萨上 好几块披萨光是接触到凤梨 就被那种雪林般的能量给粉碎 留下一滩死水 但是已经走火入伯的方形渔夫没有放弃 继续将凤梨撒在更多块披萨上 咸与甜的抵触 矛盾 使得实验中的披萨不断地产生核分裂反应 一次又一次地引爆 美丽的珍珠港被炸得残破不堪 是历史上的悲剧 终于 世上最邪恶的披萨 夏威夷披萨诞生了 它究竟是一个生化武器 还是叛逆的象征 喜欢吃它的人 究竟还是不是人类呢 究竟是人 还是妖 第一块夏威夷披萨被制造出来后 立刻飞起来 断裂生成更多的夏威夷披萨 此时 对人类文明的虐杀已经没有回头路 他们各个阴险狡诈 到处破坏世界的和平 他们喜欢混入在一般的披萨之中 甚至于而入人类的口中 他们猝死 甚至当场暴毙 搞得全世界乌烟瘴气 那段期间没有人再敢吃披萨 此时 方形渔夫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下了不可抹灭的错误 他的双手已经沾满了洗不掉的鲜血 他立刻回到顾伤基隆 去找另外两名渔夫 就在三名渔夫终于团聚之时 一个巨型的夏威夷披萨破窗而入 他就像其他的夏威夷披萨一样 只想要杀戮 Crazy Killer 你会这么听 但是取得到 你不许 你不许 但现在 你不许 他在想说 他在想说 这些没用 你不许 你不许 我许 你不许 你不许 幸运的 夏威夷披萨不小心切掉了桌子的其中一只脚 是其将它压死 发现了夏威夷披萨的弱点后 三个余夫决定在未来的所有订单上都附上一个三只脚的桌子 那个桌子是祈祷夏威夷披萨的证明 是祝福 是象征 更是与人类的约定 三个余夫承诺再也不在披萨上加什么鬼凤梨 世界的和平再次迎来 时间快转到现在 想用披萨美味的我们多半已经记不清楚 这件事为什么我们将圆形的披萨放入方形的盒子里 使用时再将披萨切成三角形 这一切都是为了纪念这三名伟大的披萨创造者 方形渔夫 圆形渔夫 及三角渔夫 这就是披萨的由来